越看越漂亮的十位女明星 你觉得谁最美 第一位 陈红 陈红1968年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 1985年凭借电影《这里有泉水》正式出道 2000年曾在古装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中饰演嫦娥 身姿优雅步履轻盈的形象 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二位 闫妮 闫妮1971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2005年凭借《武林外传》中 风情万种的客栈老板娘同相遇一炮而红 除此之外他还有《北风纳的吹》 《一扑二主》等优秀作品 第三位 秦海禄 秦海禄1978年出生于辽宁省英口市 国家一级演员 2000年凭借电影《榴莲飘飘》中的出色表演 荣获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以及最佳女主角奖 第四位 刘涛 刘涛1978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2000年刘涛凭借情景居外来媳妇本地狼正式出道 代表作品有《白蛇传》 李月传 妈祖 欢乐送榜 第五位 于飞鸿 于飞鸿1971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他八岁起就出演了个人手部电影 16岁开始担任女主角 代表作品有《小李飞刀》 《三少爷的剑》《大丈夫的》 第六位 许青 许青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 凭借在电影老牌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第三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代表作品还有《东边日出西边语》 《鞋不压正》 第七位 樱桃 樱桃1979年出生于重庆市 23岁从艺术学院毕业后正式成为演员 代表作品有《搭错车》 《温州一家人》 《人世间讨》 第八位 梅婷 梅婷1975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国家一级演员 1994年凭借电视剧《血色童心》正式出道 代表作品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父母爱情》 《红色恋人》等 第九位 吴岳 吴岳1972年出生于上海市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代表作品有《和平年代》 《我的前半生》 《县为大院》等 第十位 永梅 永梅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库》和浩特市 1995年凭借电视剧《沐云的男人》正式出道 代表作《有中国式离婚》 《何处是我家》 《你是我爱人》等 越看越漂亮的十位女明星 你觉得谁最美 请在评论区留言